电视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收看 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为各位转播 2020年女兰奥运资格赛 中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 在这组当中 四支球队分别是中国西班牙 英国和韩国 在第一个比赛日 也就是北京时间前天的比赛当中 中国队后来居上在下半场战胜了英国队 而西班牙队则是大胜韩国队 这是西班牙队的主教练 卢卡斯·门德罗 他也曾经在中国的山西星瑞效力过 当时由于门德罗和玛雅摩尔 一帅一将 山西星瑞在WCBA当中 也是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王朝 许立民知道 在给队员们做赛前最后的鼓劲 来看一看中国队今天的先发 李月汝和孙梦然 当高内线 外线是李梦 少庭和空位李源 西班牙队这边 劳拉吉尔作为中锋登场亮相 大前锋 我们等一会儿再随着 队员上场给大家做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 7号托伦斯 这也是西班牙队最出色的队员 大前锋是4号 劳拉尼克尔斯 劳拉尼克尔斯是在土耳其打球 在菲内巴切 另外9号40岁的老将帕劳 也是登场亮相 西班牙队也是世界禁旅 目前世界排名的第三位 比赛准备开始 这次呢 西班牙队他们的最佳的中锋 内线的黑人选手恩多尔 并没有随随前来 他的半月板还有伤 但是呢 毕竟能打球人很多 岳主这次防空防的不错 成为队打攻派 好球啊 好球 及时的拼抢 抢回这个球 斯梦然在内线打进 斯梦然在第一场比赛当中 手感并不是很好 雷主今天在篮下防托伦斯 两个应该都防 一个是防托伦斯 一个是防尼克尔斯 斯梦然 今天呢 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 就更得耐心了 稍停分球分得很不错 这个球孙不然没问题啊 这是孙不然的点 但是回抢的时候呢 动作的幅度还是要注意 因为从 路卡斯门德罗来说 他对于中国女篮是非常了解的 在中国执教也有一段时间 那么中国队呢 作为 从整体实际上 可能略训西班牙队一筹 还是要 立足于防守 多出齐招 不要有包袱 尼克尔斯 这个运动 就是李悦汝确实不能出来 一出来整个篮下是空的 这方上来 夹击出球人 又断下来 少庭很激进 但实际上 这个球还 可以再自信一点 今天少庭的 这活力 很充沛 应该也是 许民知道有所布置 从对方先发来说呢 跟少庭对位的 很有可能是老将帕劳 帕劳呢 一米七八 身高不够 他打球是很聪明 很狡猾的这种球员 如果他跟少庭对位 少庭是有机会的 另外呢 马塔萨加伊 这有可能跟少庭对位 马塔萨加伊是属于 在西班牙在俄罗斯都打过球 这个冲击力很强 对方又犯规 对方又犯规 卢卡斯 门德罗表示了异议 上庭的接球 上庭又出现了失误 对方跟进防空 今天中国队开局到现在 在篮下的防守 包括防空都还是不错 好的 李月如 自投自抢 两篮板球不错 兄弟今天打的都还是很积极 好球漂亮 李梦 突然加速刹到内线 中国队今天就是要不背包袱 本身对手是世界第三的水准 我们没有什么可输的 而且呢 明天已经时间同样的时段 还要再拼这个老对手 韩国队 所以今天 打好开局 对增强士气是非常重要 靠天的个人第一次犯规 双方都要求了换人 对方是换上了22号 玛丽亚孔德 孔德呢 是在波科威斯 也是在西班牙国内联赛效力 23岁 非常年轻 他冲击力很强 1米86的身高也是现在 与现在女篮的这个趋势当中 韩正是有主动性的球员 中队这边呢 换上 应该是换上了 杨立维 杨立维是 脚步很快哦 这边对方是命中了一个三分九 这要小心 对方现在的努力 在中海距离去找机会 李月如 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这次呢 从第一场对英国的比赛来看 裁判员队掩护的动作 吹的是比较严的 这个中国队需要注意 李元对帕劳 李元是很年轻 帕劳很老道 波罗斯 破 你看这个出手 本身也是西班牙最好的球员 1米91大小前锋 路本然进死角了 抓人夹击 很好的传球 顶胡很好的撞向球 但是确实李元他是个人比较 防空不错 护匡今天中国队还可以的 那家护匡是非常积极的 这球李梦想简单了 退手比较及时 中国队今天开局失误还是有点多 防篮下继续防得不错 李月如 略着急了一点 李月如啊 其实可以理解 他就是对于自己的动作速率 把我和对手来相持 他可能略会有一点压力 像对手不论是上一场比赛英国队 这场的西班牙队 多多速率都比较快 这样对他来说是会有影响 中国队换上韩旭 韩旭在第一天的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 就投失了一个球 防空 今天中国队护匡真的是不错了 就是失误如果能再减少一下就更好了 一些传球不要想当然 刚说完 这个还好 这是对方打出的结合 这帮换人 5号克里斯奥威娜 29岁 这是一个后场球员 这是要打这个体能优势 包括空位上也换了 刚说完又一个失误 今天就是开局失误太多 弱队打强队 以失误多是很容易出问题 孔德 这样中国都交一个暂停 我们以故的篮球界的前辈 曾经中国女篮的教练员 白金生老师曾经说过 你们为什么失误才不紧逼 我们看 局里面指导提到了同样的问题 先听听局里面指导说的 是吧 就你不要急嘛 你有机会 你觉得有果断 有机会你就传 你觉得这机会 你觉得这机会没有 他在反跑吗 球在你手里吗 他再逼你就突破了吗 走吧 现在就是一个最主要问题 是失误问题 你只 我们只要让他打不出太空来 他就不好打我们 你要让他打快空不好防 所以大家注意 丢机会 不丢球权 大家注意这点 另外一项 会拐弯 或一拐弯就要换 换一拐就完了 不能大家站着看 想往还是一拐走 对极力要下去 没太多了 进攻 进攻 接球区之前 去章材埋传 不要再打 百分之二十五的机会能赢球 那么刚才提到了 已故的老前辈 白金深指导 白金深指导曾经说过 那就是弱队打强队 其实弱队 只有 百分之二十五的机会能赢球 怎么这么说呢 弱队强队状态都好 强队赢 弱队强队状态都差 强队赢 强队状态好 弱队状态差 更不用说了 只有弱队状态好 强队状态差 还能有弱队的机会 那么怎么说 这就是首先你自己要不犯错误 这才叫状态好 哥们人尝试三分球 徐黎明志刚才说的也很清楚 大家没有必要换头换尸 没有必要去背包子 护框 包括 外线进攻队 打得很坚决 不错 对方也出现了同样的错误 无球的进攻队员犯规了 外线下 马拉雅 挑战 中国队开局失误 高达五次 这个绝对不可以的 老将高送上 李梦 传得不错 韩旭被对方也是双人合围 但是传球还 传球给到高中雷霞 应该是为例了 虽然说传球意识 已经很快了 这应该是走步 前面以来是三秒 脚底也没交代清楚 防守防盗了 但是对方是很自信的 应该是二招孔德 对方在尝试拉开比分 韩旭的中头 他中头现在是真晚了 对中国队解了燃眉之急 韩旭这个中距离 在第一天比赛当中 体现得非常的到位 光靠他是不行了 其他人还得发威 王公继续防得不错 进攻的组织 王思雨现在过来了 但像王思雨 杨立伟 李梦这些平常 比较敢于去冲击 敢于去突破的球员 要找机会 放手上线 又出现了问题 5号克里斯奥维纳 对方现在是 全线开花 方队掉内线 真稳 韩旭再添两分 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三分 抱歉 中国队现在得到十分 在6比7之后 让对方的进攻打得比较顺 防守犯规 王思雨上 现在呢 许李明知道 太上 更多都是属于平常 打得比较硬 房子不错 刚说房子不错 马上又失误一个 失误6次 像是漏房 物攻 第一节被打了不到 8分钟 这失误 奔着小十次去了 今天防空房的 护框护的真不错 又一个进攻犯规 所以现在还是要把情绪 放平稳 今天 开局到现在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 除了这个失误度啊 就是队员们恐怕还是背上了一定的压力和包袱以外 其余的 包括防守 包括这个队员的积极处理球 这都还是可乡可点 换防 防守其实还行 好球 转快光不错 韩旭今天在这12分里得了6分 而且没有投尸 继续保持他的进攻端高效 而且如果说打这阵地进攻 韩旭在内线应该也是成功 有一个 手转弓 打进可以反抄的 太着急了 王思雨 退防 防得不错 今天中队防得是真不错 王思雨再来 前掌球 必须得承认就是西班牙队呢 从整体的攻防 能力上 包括场上的默契度 确实要高出一筹 但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摆在一个弱者的角度 那挑战对方就更应该不被包袱 对方拉不开比分 或者对方是落后 对方着急 高宋 杀出来 拿到前掌篮板 落点判断不错 内线 打车前扎 可惜了 一直是磨着打 李源 还防下来 这球是对方的内线诺加耶 诺加耶很年轻的 诺加耶落 今年只有23岁的年轻中锋 篮板球不见 这上半场的失误真是多 第一节 第一节的失误确实是多 这第一节 要不是这些失误 很有可能还能领先 给对方机会 确实多了些 车轮子回来了 双方都在不停地调兵前将 防守 防对方突分 托伦斯 对方把球交给最稳定的队员 防得真是不错了 最后一次进攻 看能不能打一个节奏 教练组在提醒 打慢一点 打稳一点 时间 岳汝来做掩护 元氏一拉开 还是失误了 这第一节中国队失误的太多了 我们稍时休息 来看双方的第二节比赛 观众朋友们 九位九直播周末 为您带来的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 女篮自个赛 我们来看一看 双方 其实中国队命中率 进攻端命中率还高一些 只是没有投进一个三分而已 这方有一个三分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 欢迎各位收看 有我们为您转播的2020年奥运会女篮资格赛 西班牙队对阵中国的比赛 第一节比赛 双方力拼防守 但中国队失误有些多 12比15 队世界第三 只落后三分 看李月如 好搭 只差一分 李月如要放下包袱 很年轻的中锋 有自己的能力 第一次跟队 去打周际级别的比赛 就拿到了最佳阵容之中的中锋 其实出名是很快 但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看更强的对手 对抗 找办法 想办法 提高自己 这是进步的方式 这次扑出去防 很果断 很好 尝快球 漂亮 中国队反超了 很好 球队看来啊 从今天的排兵布阵 包括运动员 开局 向少庭 包括整体的进攻 一看许立民知道是有想法的 并不是说对方是世界前三 我们可能排名上落后 就说把这比赛就交代了 今天护匡 从头到现在确实不错 但又差点失误 失误了 李元还是今天有点过于紧张 可以再放开一点 刚才那快球传的不错 对方打脚步 今天中国队 立足于防守 防得很好 再给李月如 没加击 打进打出 前场篮板 好大 可惜啊 机会真是一个接一个 但是毕竟在场上拼搏的运动员 我们这说一句 说放下包袱 轻装上阵 没那么容易 对方抢二次篮板 反超了比分 四号劳拉尼克尔斯 这也是比赛经养丰富的队员 看到队员们的进步 就是我们真能出机会 这些年轻运动员 打手犯规 托伦斯打手犯规 所以你看 打到这会儿 对方他也会犯错 也会出现判断失误 不知道场上的运动员 能不能意识到这一点 越打越放松才是最好 罚众 罚众换人 十七平 今天李月如就比昨天 前天打英国的时候 要放开多了 我们要看到运动员的进步 韩旭上来立功 托伦斯上篮被干扰 再砸给韩旭 现在对方防得也很 也很投入 攻击性都很强 换房 打得很小 房子不错 这 尼克尔斯已经出了他的进攻区域了 今天中国队护匡收缩 真是够积极 当然体力消耗也比较大 李梦 打第三高度 他这整个 今天打得挺强硬 而且帕劳毕竟四十岁了 多打打他 多去从身体对抗这找找机会 应该是有好处的 帕劳就是聪明 打得狡猾 李梦 再调韩旭 全球并不好 但对方又一次犯规 今天就到现在为止 西班牙的防守确实很凶 当然中国队防守也不错 但是西班牙在防守的选择上 因为他前面扑 我们的全球路线扑的很多 他吃到了很多甜头在第一节 所以现在扑的更凶 动作上 这个幅度上受影响 裁判突然收紧了哨子 吹的比较严 发不出球来 反远端 五秒了 又一个失误 苏美兰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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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西班牙的犯规和为例都比较多 没拉开比分 咱们前面说了 没拉开比分 他们也急躁 对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中国队又反超了 今天中国队拼出自己 韩旭前锋动作 船的空间有点小 但还好 现在还是个活球 杨立维 漂亮 今天的第一季三分球来了 快马杨立维 中国队领先四分 就要防止对手的三分 护框 防得不错 孙孟然努力的前扑 干扰对方的投篮 这时候注意 小心谨慎传球 孙孟然 磨着往里打 对方把球打出了边线 这段时间 由于中国队的积极和努力 对方 也就是西班牙女兰 在技术发挥上 也受了很多的影响 能看出 大家能看出 他们那种急躁的心理的体现 战罚球线 中文战罚球线之后 给第一脚杨立维 注意我们的进攻时间不多了 中文队要迅速来想解决办法 和你語语文绪 第二阶打过一半 杨立维 脚程上是肯定比帕牢要快的 都在护框 盘旭是扑出来了 今天中国队防守做的真是不错 杨立维 包手到位 但是七百亚队的防守同样很出色 很快就落回来了 杨立维 突破分球 李梦很好的机会 第二个三分球来了 打停了西班牙队 这一段中国队减少了失误 保证防守强度 这进攻效率一下就提升上来了 打西班牙队一个冷部防 西班牙队恐怕没做好这种准备 许里面知道也很开心 很少见他在场边这种笑容出现 看来给队员做的心理建设不错 无论是三个人的阻挤 你这种阻挤啊 你这种阻挤啊 那种阻挤啊 跟这种阻挤啊 你这种阻挤啊 你这种阻挤啊 好准备啊 我们说我们这种阻挤啊 我说这种阻挤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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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盛燃及时回收 今天中国队互框意识发挥都是非常到位的 这说明教练组有针对的布置 军队员们在这些方面也都做得直情的很好 孔德 孔德今天在中距离打得很开 但是孔德不能算是西班牙的第一得分手 或者是主要的得分手 就是这球队如果说赢球那托伦斯打得特别棒 或者在内线你像尼克尔斯 如果能打特别棒这没问题 但如果说你说孔德打得特别好 能不能说西班牙队就板上钉钉能应求 这不一定 所以其实中国队防守非常明确 抓主要矛盾 尽可能的限制对手的主要得分手 李孟今天表现不错 八分了 中国队的团队成员有一部分是不能坐在教练席上 也都在观众席上加油准备 这对方很难见啊 抢到一个前场篮板 要提醒中国队要重视 顾框 非常不错 但是又被对方抢一个 中国队要注意了 这个是要敲响警钟的 联络两个前场篮板 让对方抢到 这个可不对 你看这时候许立之道的表情就严肃了 中国队今天领先领先就领先在这护框号上 顺本人 第三个后场篮板 丢给对方的前场篮板 这可不对 好的 中国队的组合防守不错 推反击 稳扎稳打 给韩旭 交给孙孟然 好球啊 孙孟然今天比赛从手到攻 体现了一个老将的意识和他的经验 在昨天呢 前天 零度角 他的投篮点 没有什么三分斩获 包括今天也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扩我这边含蓄 再给盖帽 孙孟然呢 今天调整到篮下 从防守上做文章 表现得非常不错 今天护框 护得真好 公共队 保护篮框 保护三秒区 吃到了甜头 中队可以继续来坚持下去 对方防守再犯规 是帕劳吗 那是 帕劳啊 40岁 打球非常聪明 非常狡猾 但是 你要说 论对抗 人老不以筋骨为能 北方是再次换人 应该是把帕劳换下去了 应该把多明格斯换上了 是罗德里格斯换上了 11号 帕劳下的 中国队还是要打得再放松一点 放松不代表轻松 不被包袱 不带压力 中国队换人 这个时候让李月汝和少庭上 是保证场上的活力 包括黄思敬 有滞空 有活力 有冲劲 就是减少失误 今天中国队罚球上 造杀伤 也是机会不错 现在领先 世界第三的西班牙队 11分 李德里格斯 肤框很好 李月汝继续延续 这个篮下防守的强度 对方绕前 对方 其实防我们内线都是绕前 因为他们的运动能力 确实是出色 尼克尔斯 好 他们换上了一个运动能力 非常出色的 速率更快的 诺加耶洛 年轻的中锋 内线对方组合的 也是像我们一样 一老一新 李月汝啊 可能是还没有 完全的解放自己 还是希望把这球啊 传到更稳妥的 或者更有冲击力的 队友的手里 传远端 不是办法的办法 对方防的确实也凶 给李月汝 打箭好球 抢在领响之前 李月汝 看看能不能 让他再自信一点 上半场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中国队领先了13分 继续防 防护 这护匡今天上半场 中国队真是 年轻的队员们 表现得太出色了 列祝拿球 对方把球 打出了界外 今天中国队 上半场的命中率 特别是第二阶 绝对是比西班牙队还高 队员们 借助这样的局面 要更加相信自己 并不是 并不是 对手那么强大 咱们说了 弱队对强队 也是有25%的机会 就是你状态好 对方状态差 上半场就体现这一点 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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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篮本球 可惜没中 这部队要稳固防守 对方应该就打节奏了 防守要更明确一些 护匡 防对方这冲击 对方起球 防得不错 近乎完美的第二阶 好像是对方 制造了中国队防守的犯规 近乎完美的第二阶 近乎完美就代表着 还不太完美 裁判示意要去看录像回放 就是这个犯规 是否发生在零响之后 如果之后的话 它就没有打球 如果是在时间上 如果是在时间上 平常速度 请 OK 回到 我们有这个和这个 我们有内容 看起来 我们关节的也有关 我们有这个摄像 我们在这里 没有,我们不是关节的 我们有关节目 我们有关节目 才辦怎麼看 张腿 让我打달了块3 我们的打算 我们有 girlfriends评论 裁判员经过录像回看 那示意呢就是中国队有一次犯规 但由于中国队犯规数没有到 所以呢对方还有0.8秒发顶线球的机会 那中国队咱们既然说嘛近乎完美 能不能做到完美 而且这仅仅是上半场呢 我们既看到了我们在开局第一节有十次失误 也看到了第二节我们打出了近乎完美的防守转进攻 其实完全可以让对我们的队员在释放阶述 压力没有必要非常多 1,2,3 对方应该意图很明确 怕老爷重新上来 应该就是传高空球吧 对方是等于还不是发高空球 传出来接球等于就结束了吧 这么短的时间竟然还传出一个跑动接球 也是可能一高人胆大 我们姑且这么理解 好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 中国队打得非常不错 34比21 我们稍事休息 来和观众朋友们一起观赏双方的下面场三次节比赛 祝中国女郎好运 待会见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观看2020年东京奥运会资格赛 这次的比赛在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进行 中国队对阵世界排名第三的西班牙队 红蓝鞋主席姚明和国家队管理部部长徐兰 也是到现场来给球队关敌撂阵 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在最后收获到中国女郎的好消息 许立平指导呢 绝对对这场比赛是有想法 并不是那么轻易就把这比赛给交出去 在上半场比赛当中 第一节 中国队和对手力拼防守 12比15落后 但在第二节 中国队建立在出色防守之后的反击 打得有声有色 单节打了世界第三西班牙22比6 这是非常出色的一节 但是还遗留了几个问题 第一 中国队要面对的是可能下半时会拼出全力 拼出超场水平的西班牙怎么来应对 第二体能瘦不够 许立指导在激励队员感觉上 中国女郎今天浑身都是劲 我们期待在比赛结束能收获好消息 对这些有点有点火热,再追加一次 还有个热和灵灯 在那边你们这些 主席的剧场上 有点火热,再追加热 jakieś热和灵灯 吗,再追加热 可能是你不少要你们这些 这些热和灵灯 比赛开始 西班牙队控制球到前场 中队先发出场 还是李月如 李梦 孙孟然 少庭 李源 护框继续保持强度 中队今天的护框强度是真的很好 但是就想看看我们的体力 体能 是不是在第四节还能跟得上 李梦打对方一身后 继续制造对手的犯规 罗德里格斯 李奥罗德里格斯身高1米80 他对抗李梦不会差的 长距离传球 注意进攻时间 李月如向左边转身 没有处理特别好 主要还是要积极退手 这个退手算是及时的 什么人扑出去 征球 今天中国队防守确实积极 韩续上来 中国队在内线的换人的频次会高一些 主要还是为了保证场上的体能 韩续搭黄丝镜上 有篮好球 36比21 到目前为止 西班牙还没找到自己的状态 中国队防得不错 而且韩续和黄丝镜 都是移动范围很大的内线 他们吃亏是属于对抗上吃亏 动作速率上不吃亏 主方有一个失误 防得非常好 保持了强度 来 少庭掉高点 这是韩续今天打失的第一个球 对方马上有一个反击 也没打进 对方看来对韩续的中距离是比较重视的 李源的三分球 没有投进 对方打反击 李源先犯规了 继续换人 许立民知道 这种主动而频繁的换人 就是为了保障场上的体能 而且呢 两个两个换 这样 队员之间应该也能有一些默契 对方打挡开 从队防守上被动了一点 李孟这边没跟上 就是挡拆是换人还是不换人 这个其实 在这次之后 队员们应该更明确一点 尼克尔斯 四号劳拉尼克尔斯呢 是在土耳其的费内巴切效力 也是很有经验 30岁的老将 跟着西班牙队 征战过很多大型的赛事了 两罚中一 这是进香过早吗 对方在第三节 没让托伦斯上 看来是要用田地赛马 这个意思 尼克尔斯第二次上罚球线 还没做 要稳住阵脚 对方虽然扩大到全场了 看李孟 韩旭 东距离 这时候看韩旭 是不是受体能的影响 或者是状态的影响 出现了中投不中的情况 这都是需要警惕的状态 但姑娘们整个 从表情上来看 还比较轻松 对方开始逐渐换人 换上五号 克里斯奥维纳 也是老队员 经验很丰富 许李明指导和卢卡斯 文德尔也是老队手了 当初许李明知道 率领北京队 卢卡斯是率领山西队 这两个手 在联赛当中也经常切磋 股仿护得不错 对方继续犯规 对方应该是有受伤 对方应该是有受伤 换人了 22号孔德上 孔德是今天上半场 西班牙算拿分比较多的 这球吹了 吹了中国队犯规 左方也传一远端球 中国队证明防守是不错的 护匡啊 这边含蓄扑出去了 护匡 轮转换位 对方马上赔了一次犯规 西班牙队防守的攻击性都很大 都很强 动作幅度偏大 这时候呢 如果说碰上 催阀比较严的裁判员的话 对西班牙队未必多有利 这时候把孙孟然换上来 许老这个 换人啊 真是用心良苦 孙孟然 我已经没有机会打身后了 这种机会转瞬即逝了 又含蓄掩护 篮本球 好的 王思宇首先很聪明 在自己身体失衡的情况下 并没有说把这球无意扔 他还是奔篮筐去 从而给制高点含蓄这儿 找机会 二十四进攻得手 三十八比二十四 对方利用矮个的冲击 乱乱中国队震脚 这时候要小心 园上 少停不上 把李孟和王思宇换下去 对方加罚 二十四号劳拉吉尔 也是很有经验 他是属于西班牙队 对抗相对差一点 对啊 孙梦然不要着急 光绪传球 想着自己还没有运球呢 对方现在防守 攻击性很强 李源这边有点紧张 少停 没有站到狼狼板 看现在西班牙的防守上 会攻击性也强 而且呢 这种身体对抗 包括通过队员的快速移动 动作速率 有机会 效果也确实出来 韩羽现在都抗出来 都不出来要注意收缩 没问题 防得不错 到现在为止 中国队 也没有在防守上 出太多问题 主要都是进攻的 第三阶打一半了 韩旭可以运球 进前场之前回身给杨立维 这也是够胆大 组织行之有效的进攻 韩旭挡一下 李源杀篮下 好球 加快动作速率 小打大 看看这些警告阵 李源今天得的第一个运动战警告得分 看看是不是能够充分给自己释放心理包袱 中国队稳扎稳打呀 北方有失误了 少庭 给到中间 孙不然 略有些着急 两分球命中率 中国队现在是39% 高于对手14个百分点 韩旭哭得不错 没问题 虽然第一下篮本球没有抢到 但是韩旭及时回收 顶住了前铺的孙梦然 形成的防守漏洞 又给了 劳拉吉尔很大的投射压力 让劳拉吉尔失误 中国队目前仍然占据主动 中国队内线都能有一些运球 这时候就千万别失误 杨立维 还好 机会 篮本球 抢得不错 孙不然 再给韩旭 韩旭的点 这段韩旭可能是体能真是受影响了 中投连续出现投尸的情况 杨立维 抢求失误 这时候把韩旭换下去 李月如上来 其实李月如今天 防守端表现的是不错的 很积极 很努力 对方是换上了诺加耶洛 诺加耶洛呢 动作速率 包括对抗都不错 但是 他经验很不丰富 因为中国的可能犯规数是到了 所以这时候要注意自己的动作 但孔德第一阀没有中 22号 马利亚孔德呢 四肢小前锋 身高1米86 23岁 非常年轻 他并不属于这支西班牙队里呢 很有经验的选手 两阀中一 对方还是出全场 无球 少庭横切 李源 再给中间 孙孟然 上线手 对手 注意进攻时间 突分 李源快速出球 又一个前上篮板 好球 李月如 在西班牙队都认为 这个球 中国队可能24秒为例 或者是 自己肯定能拿到这个球之后 李月如 拼到了这个前上篮板 现场似乎出现了一些争议 中国队教练组都兴奋了 裁判应该还是吹了这球 对方有一犯规 李月如 还能加罚一个 今天得了7分 抢了12个篮板球 罚中 领先世界第三 西班牙15分之多 中队保持防守强度 第三阶还有三分多钟 洛家耶路 洛家耶路 其实李月如这球 就是不聪明了 因为洛家耶路没有中距离 他这前面肯定是假动 他还要往内线去打 李月如可以堵他的底线 制造带球撞人的 当然没关系 这都是次要的 关键能把这个斗志 信心一直保持下去 注意看 西班牙队现在有点着急 有点无奈 中队保持这个强度就好 老将帕劳三次反规 西班牙队再次阵容轮换 又一个前掌篮板 分出去 这球是被对方破坏 中国队赶紧叫暂停 老维纳 实际上这球 中国队气势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绍廷抢到前掌篮板 给到孙宝然 孙宝然 全球 被对方识破了 这时候正好暂停冷静一点 接到球 如果是两个人在一侧 如果这个人在一侧 跑根 跑根 跑得准备插车要 再一侧就多雅虎 那些外线给那些雅虎就先交 那些给外线雅虎就先交 然后插车呀 车以后机动没有 统一一下 强攻南下 来一下打家内 往来带动热特进攻 带动热特进攻 看一下 是吧 是吧 咱们都能练 是吧 咱们练得不紧逼的吗 是吧 教官 减少犯规 回到场上 看看许民指导 给队员的这种细节上的调整 能不能奏效 对方防御全场紧逼 防守强度真大 李月卢过度很好 直接上篮 漂亮 快把杨立维利用李月书这一过渡 拿到自己的第七分 三投两中 其中还有一个三分球 快攻得分 中国队优于西班牙队 我的李克思这边 骗过李源 护匡 中国队今天没问题 对方这包抄确实好 但是看中国队好的 打得是真稳啊 这会儿一看心里有底 杨立维连续通过自己的速度 哎呦 我们的工作人员是激动啊 大家在整个的春节期间 包括之前 很长一段时间 闭门训练 封闭集训 由于众所周知的疫情的原因 甚至节都没有过好 而且还把比赛的场地由佛山移到了贝尔格莱德 很多的调整都是临时的 都是紧急情况下的后续反应 那中国女兰要扛住压力 在一国他乡进行比赛 去拼这张直通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券 很不容易 尽管说小组前三名就可以拿到这张入场券 但是在比赛没有结束之前 一切大家都不知道去怎么处理 当然从我们的对手来说 西班牙队七号队中的头号球星托伦斯 整个第三节都没怎么上场 不知道是伤病复发的原因 还是说 卢卡斯教练有他的想法 这些都不清楚 关键是要做好我们自己 当然这场比赛 如果中国队去胜 我们就将拿到直通东京入场券 因为另外一场比赛 韩国队对英国队这两队呢 前一场比赛都输了 同队稳住阵脚 防守积极性比较高 让诺加耶去占罚球线 这不应该是他的强项 随方打得很小 防守不错 护匡继续稳健 这球是可惜了 就是今天我们在进攻端 失误出现的 特别是第一节有点多 还是要吃一欠掌一掷 因为对方现在很强硬 打得很着急 中国队其实没必要那么着急 包括杨立维尝试运球都可以 一分半钟的时间 第三节将结束 防守强度保障 孔德 孔德最后选择了传球 坎台上的姚明也是 表情比较焦虑 这个时候没到最后一刻 谁都不会放松 尤其像西班牙队 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 这会儿的中国队把杨立维换下去 牌队把区别打压 你们在这个地方 都不放松 这个时候 在法子中 有很多人 这是梁英文学友 是梁英文学友 最后一边 就是梁英文学友 第一声 中文学友 就是梁英文学友 如果让这位 我说梁英文学友 第一声 左边 中文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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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iberately 各队进攻 对方是推人犯规 托伦斯 托伦斯来了 托伦斯个人第二次犯规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因为他之前半月板有伤 整个西班牙队前场 他们最完整的阵容里 前场有几个球员都不太好 包括像去年贝尔格莱德女篮 欧洲杯的最有价值球员 阿斯顿恩多尔 黑人球员 大家应该比较了解的 现在也是半月板伤病的康复 包括他们的内线安娜克鲁茨 刚刚做完膝盖手术 也是缺席本次的比赛 但是对于中部队来说 对方绝对是抢手 我们立足于拼 打出自己的状态 这是最好 中队还领先14分 这边露了托伦斯 托伦斯底脚命中一个空篮三分 中方是主差 11分了 这是一场两分 但是还要警惕 毕竟是对方头好多分手 防守反规 孔德这个球确实是防守反规 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并没有占据有力的空间 而且他这是等于很危险的一动作 横腿就跨出去了 这是刚才托伦斯 踩第一脚三分线的投篮 长两分没问题 中队要充分利用这杀伤的机会 李孟稳住心态 两分两中 50分 中国队领先对手继续高达14分 对方的突破分球 高位挡拆 以及给投号得分手托伦斯 制造的空篮的机会 这都要注意 对方掉了内线 这都是很正常的 可以接受 对方说单凭诺加耶洛 这打不死我们 自我分球 给立学主 反手上篮得分好球 压哨得分 李孟稳住 找回自己的状态 恢复了自信 52比38 中国队领先14分 进入到第四阶当中 我们要看一看 因为昨天有个一次 压哨球 超时0.1秒 前天 这是黄思静当时 投一超远三分 看这次 就像如何 感觉上 李孟稳没超时 感觉上李孟稳没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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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已经出手了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2020年 东京奥运会女兰资格赛 中国队对西班牙队的比赛 最后一节即将开始 中国队在前三节当中 第二节和第三节稳固防守 在防守反击的效率上非常高 目前领先世界第三的西班牙队 多达14分 现在进入最后一节 第三节 对方的头号得分手 托伦斯上场时间比较少 这边杨立维判断准确 又抢断了对方一个 中央在今天全场 整个互框都非常好 两个内线 韩旭和李月汝表现都非常不错 杨立维 三分球没有投进 但中国队又拿到篮板 李孟 连续两个三分投射 很可惜啊 都是空篮的机会 今天呢 中国队在干扰对方的投篮 篮下护框保护三秒区 轮转换位都非常突出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两位年轻的中锋 李月汝和韩旭之外 老将孙梦然 今天也发挥出了自己的经验的作用 公队反击来了 黄思静 这边对方干扰 对方的 十号 马塔萨加伊 最近其实状态还是相当不错 在他们的联赛里 而且呢 他打球作风比较硬了 这还真是跟黄思静很像 我们的注意发球 发球的质量赶紧发出来 双方啊 这防守上投入的精力都很多 被对方盖出了底线 塔萨 第四节要看一看中国队的体能保障 包括在防守的质量上 还传远端 传远端相对比较稳妥 手对手 黄思静 中国队呢 三次外线投射都没有斩获 也就是说 过去的三次完成段 中国队都是在外线 远距离去 想要获得机会 但其实这个时候 看看是不是调整呢 中距离或近距离 能找到一些机会 马塔萨加伊 刚才说了 他这上一周 在联赛当中表现 还是非常不错 还是一个长距离两分 中国队进攻端 想一想办法努力渗透 将内线 李悦汝 好球 漂亮 现在李悦汝是真自信 再看 打的这尼克尔斯是非常的 焦躁 而且抢在马塔萨加伊之前 把这球打进 这个时候能保证进攻质量 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 哦 托伦斯 托伦斯尝试外线的远头 但是效果并不好 黄自信可以自己晕 杨立伟 中国队稳住阵脚 到前场不着急了 李茂看到托伦斯摔倒 以为这球能够轻松传进内线 但是呢 对方还是识破了 李悦汝又赔一次犯规 这个时候真是到了边缘状态 中国队没有必要着急 今天啊 中国队两个年轻的中方 表现更好的是李悦汝 徐伦斯摔倒还是 这个紧锁的双眉没有展开 这段时间 萨加伊表现非常好 我中国队要重视 李茂 给到李悦汝 黄思静 可惜啊这球 李悦汝拿回来 但是传球草率了 托伦斯抢到这球 失误 失误千万要重视 按照尤其这一顺 按照咱们要求去做 咱们组织会什么要求 进攻什么要求 防守什么要求 对方什么弱点 什么强点 这也在那边 强追 大汗的一个大汗车投篮 来打大汗第二次 在远户大汗第二次 多加强篮下的强攻 可突破分球 懂吗 完了这个多分球 出来的托伐机会 带头篮 完了抢先了两把球 对担心 玩一会有 但虽然果断去出位 必须要果断坚决的去投去干 向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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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一下 领先了三节多的时间 这个时候对于中国女兰 考验是最大的 对方找到了一些防守反击的机会 也是我们的失误有点冒头 李月如换下 调整一下 这并不是说不允许你犯错误 而是这时候的一些失误 可能是由于体能下降 那么徐立民知道这种换人是非常主动的 韩旭上了 韩旭 王思雨 杨立维 黄思静 韩旭 没有攻进去 托伦斯 托伦斯两个防守反击了 进攻质量 进攻质量现在特别重要 像连续丢的过去这六分 都是由于进攻不成 连续失误 进攻不成给对手反击的机会 哈喽 这一次呢 哦 对方你看 有点启示的这意思 但是这个时候不用慌啊 领先的还是我们呀 而且打了半截了 好球 王思雨 这个时候能渗透进内线 能制造杀伤 非常好用 但是打的确实艰难 对方也 也 真是 不想输啊 整个这个尽头全拿出来了 托伦斯的第三次犯规 这个其实很重要 王思雨这时候去造托伦斯犯规 很聪明 王思雨本身打球就是 很聪明的这样一个角色 现在是不是能把球发进 因为这个时候啊 身体对抗频繁了 影响队员的这个出手发挥 好的 两发两中 王思雨 九分 尽管分差被缩小了 但是仍然是我们领先 李梦 李梦上来顶托伦斯 李梦是有身体对抗强度的 场上得斗智斗勇啊 夏嘉宜 夏嘉宜也着急啊 我得现在进攻质量 李梦调掌 这球是先出了界了 进攻时间也不多 进攻现在呢 中国队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 但是这个时候呢 宁可说死球失误 不要活球失误 不要给对手反击的机会 哈喽 我含蓄在 问题按说不大 这边是帕劳 第一攻 没找到机会 把球传给了尼克尔斯打进 还是七分 尼克尔斯今天只得了九分 两分球十中三 很低的命中率 大中锋啊 中进距离几乎没有 王思雨 把这球拿下之后呢 球被劳拉吉尔 踢出了底线 中国队球权 对方现在这攻击性压迫性都非常强 跟队还是要想办法去突围 利用制高点 利用主动的无球跑动 少庭拿球 走步 周心脚动 其实这个时候呢 少庭如果能把球回给顶如的队友会好一点 No 你看 王思雨已经拉开空间了 少庭这并不是很合理的出球位 不过还好 这是一次算是死球失误 这边 中队 尼克尔斯 让尼克尔斯开了 韩旭这 突出去 收不回来 体能上 都有点影响 李悦如回来 四分钟的时间 我们要做好绝对困难的准备 毕竟领先十五分 让对方追到领先四五分 对队员来说 肯定是个挑战 少犯一个错误 少有一次失误 少一次物攻 少一次漏房 可能都会不一样 但是这个时候 队员们在场上要想的是 领先的还是我们 急躁的应该是对手 时间剩的越少 追分的对手越着急 成功率 质量 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 那你看一看 尼克尔斯的表情 他仍然很急躁 领先四分 对方防全场 前面怎么打的 其实现在更应该怎么打 别失误 中锋过渡 杨立伟 进攻时间还有 换防了 对方换防了 主要给出来的李梦 好的 漂亮 耐心 黄倒了萨加伊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李梦今天 十三分 中距离两头两中 李源 换防了 中锋队现在逢掩护就换人 但是这边是 对方也失误 对方也有犯错误的时候 少庭 跑球 连续两次反击中国队都打中 腾宫的渡过了一截 61比53 又领先到了8分 两位替补队员 来自山西的武彤彤和来自四川的张如 也是非常的兴奋 这次打资格赛 对于他们俩来说也是宝贵的经验 其实对于没有最终入选大名单的像王雪萌啊 潘真奇啊 郭子轩啊 都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在中国女兰付出过很多 努力过很多 也失去过很多 那这个时候 最关键的时候 中锋队要稳住阵脚 顶住压力 由一台提挥 二下方 一 Enterprise 鼎到一篷 πό得 like Youtube 满费 vain 一些 争り B 亚 大 双方重新回到场上 西班牙的球迷显得也是愁眉紧锁 中国队防全场 这个时候还防全场 大胆啊 而且也证明中国队的教练和队员都自信 我体能我不输给你们 对方已经开始抢三分了 这要重视 罗德里克斯 这号罗德里克斯名中一记三分球 助攻的分享球方面 对方确实优于我们 这也是我们 值得我们去学习 去重视的地方 轻功的质量 李源 好投没中 但是李月如 拿到篮板球之后 尼克斯今天打的这是被动 裁判员吹 我们看裁判员吹罚是什么 李月如第四次犯规 是判李月如抢篮板的时候 顶到对方 又是利用掩护 月如防出来了 护框护得非常不错 尽管失去一个篮板球 这边托伦斯 底脚发威 第三节几乎一节没上 保持了体力 把比分差距塑要到只差两分了 李月如刚才扑出去扑得不错 少庭 顶不进去 再给李月如 这球吹了一个走步 裁判员在对抗上面 应该是尺度没有那么小 但是在细节上会揪得比较的多一些 1分42秒 老练的西班牙队呢 最后关头 看看是不是要放手一搏 不过他们现在状态的确好一些 少庭现在在对托伦斯 利用掩护 哈喽 没打进 中队保护住篮板球 李梦推快球 给到李月如 中国队拿到这个球 没丢 可惜呀 还是失误 这球打进 对方还要加阀 其实中国队前场拼得很好了 召集导致 葬送了比较好的局面 不过没关系 比赛还没有结束 中国得拿出拼劲 特伦斯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对方 看看罚球质量 罚戒 中国队要讲求一个 进攻质量了 效率 一分钟的时间 中国队叫暂停 需要再布置一下 边缘球 边缘球 前场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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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个 打一个 少庭 你擦上车用 懂吗 然后你一对一突破 假的 接着拉开 懂吗 小宝再来下 打一个突破 突破以后 注意他堵你了 堵完你以后 停下来 小宝注意 你刀 或者是往后 来会儿 大喊 你上 大喊你上 大喊你上 中队突然变阵了 让韩旭上 少庭去控制球 现在就是不容有失 和世界第三 拼到这个份上 谁都有机会拿下比赛 回来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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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打 他的 那个那个 韩旭投篮 打第二次 韩旭第二次 加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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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攻质量 加油 韩旭 韩旭呢 这之前手感受一些影响 进攻民众率并不理想 看看现在怎么样 对方还是劳拉吉尔和尼克尔斯镇守内线 看中国队这个换人 能不能起到效果 比分现在是交错的 所以更考验队员的扛压能力 和最后时刻的发挥 少庭打球 按步骤走 好球 漂亮 少庭直杀篮下 打进 而且造成了劳拉吉尔的犯规 韩旭这个掩护 给的质量是不错的 给少庭拿出了 稍纵即逝的机会 少庭也把握住 也确实是老队员 看罚球啊 这回 罚球不中 所以领先还是一分 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攻守两端都要倍加重视 掩护过来 换人了 防得不错 中国队护框保证了质量 这时候打节奏 打成功率 林梦控制 给到少庭手里 少庭可以运球啊 调韩旭 没打进 但是篮球又拿下来 杨立维立了一攻 可以给韩旭了 对方顶防的时候 劳拉吉尔连续又一次犯规 对方犯规数 不知道有没有到 是不是送韩旭上罚就见了 劳拉吉尔是午饭礼场 没有上发球线 所以中国队拿着球权 14秒的时间 对方把能投的都换上来 能投能突的 这时候就别失误 把球有效发出来 好的 胜利已经有一部分装兜里了 不错 少庭这边又造了对手 一次犯规 帕劳 险些失误啊 中国队 韩旭战是 如释重负那种感觉 幸亏少庭啊 眼疾手快 少庭上罚球线 看罚球的质量 因为刚才是没有罚进 这会很关键了 中国队调兵遣将 把黄思静派上来 换下李源 保证场上的高度 和冲抢篮板的能力 看少庭第一阀 命中 如果两阀全中 保证常规时间不会输球 第二阀没有中 做队要注意退防 退防 托伦斯来了 没上进 还没打进 比赛结束了 中国女篮赢了 非常提气的一场胜利 中国女篮以64比62 最终战胜了世界金履西班牙队 奥运资格在二连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